因民众陈勤三合局在爱兰桥旁合体护案设置的公社找破坏 且有多处地板塌陷 加上原本造景的职灾疏于管理便为杂草重生 日前县议员陈怡君也邀请第三合川局承办人员到现场会看 今天我们在爱兰桥这个地方 我们来会看我们三合局在这边做的一个非常棒的护案的地方 因为完工之后在这边有一些人在这里做了一些破坏 施工的部分也有一些损毁 所以我们特别来了解一下 因为现在公共安全是非常重要 包括有一些路面已经坍塌 栏杆被破坏的部分都需要加强 再来就是植栽的部分 在这附近有很多的植栽 因为这一段时间没有维护 这就变成杂草重生 经过第三合川局与陈怡君议员协调之后 也决议公社还损部分会紧速的来修复 而职灾管理部分也会在明年度编略预算来维护 至于下游护栏部分 三合局也会紧速开会来讨论 让整体的环境能够营造得更安全更美丽 刚刚我们会议当中也做了三个决议 就工程损毁的部分 他们一定会尽快来修复 第二个就是景观植栽的部分 会早在明年的时候 他们就会编预算 每个月都会来进行维护跟管理 最后就是也了解到我们三合局 在这边爱兰桥这里 我们还有一个护栏的工程 也正在讨论当中 在这边再次还是要感谢我们的 我们这边的社区的居民非常关心 我们整个三合局在这边 一个景观的一个维护的工作 副医长潘英全表示 爱兰桥旁的堤防是民众 散步运动喜爱行走的路段 也希望第三合川局 能够在会刊后 简直的来改善缺失 让这条合体步道能够变得更美丽 记者陈伟一 普立真采访报道